名字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只是代号,这可以让别人轻而易举地记住你,所以想要让人印象深刻,一个响亮的名字非常重要,但是身处娱乐圈中的明星们,他们有着十分出色的外表,但是想要提高自己的知名度,名字也是很重要的。 当然,很多明星的名字都不是原名,而是改过的一名,比起原名来自然是要好听得多,给人一种艺术感,最近杨子在节目中也是自爆出自己的真名,引起了网友们的注意。 作为童星出道的杨子,现在早已经是娱乐圈中炙手可热的当红小花了,多年来的努力让她不但在颜值和身材上备受关注,就连演技也是一度受到肯定,比如家有儿女,战长沙,欢乐送,香蜜等等,杨子塑造了很多经典的人物形象。 在观众们心中,虽然年近27岁的她却堪称老戏骨了,不仅如此,杨子在圈内的人员也非常的好,在中餐厅中就可以看得出来,毕竟活泼开朗的女孩子,谁会不喜欢呢? 现在的杨子在参加了综艺节目中餐厅后,更是圈粉无数,在最新一期节目中,杨子自爆原名并不是杨子, 而是叫杨尼奥,因为那年想着深奥成功,就起了这个名字,以你风光的女,奥运会的奥,小名则是奥奥,转变到现在她有了很多的外号小猴子,老杨,小子,奥奥等名字,而杨子一开始只是她的一名,后来身份证上也改成了杨子,所以很少有人知道其实杨子当初只是一名。 没想到杨子这个名字还有这个来源,不过当得知她的圆命后,网友们直呼,还是把名字改回来吧,可能会更加容易让人记住,毕竟这个名字意义太大了,想望都比较困难了。 看完杨子的名字后,你有什么想说的?